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2年以来的新低 这个日元真的贬到这个大家都昏透了 创10年来的新低 2012年来的新低 那日元现在目前的汇价是在125.36了 这个贬破126之后略为是升回来一些些 那日元这么弱最主要是因为美元强嘛 这个昨天贬到126.31是最低了 这个是我们刚讲10年来的最低点 那日元今年以来已经贬了将近10%了 将近10% 贬幅相当大 可以讲说是整个失控的货币 雅币里面最弱的就是日元 那当然日元若有他自己本身日本的政经问题了 那也有就是美元强势的影响 美元指数呢这两天都在100点上下 那也是来得到两年的新高 相对台币也是今年一路走扁 这个曾经扁破到这个29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台币怎么一下就看到29字头了 今天这个略为回升8.2分到29.004了 还是没有能升破29 今天的升值的幅度是0.28% 这个台币从27块半一路看到29 这个速度也是相当快 也让很多人觉得看走眼说台币怎么会是到29 因为我今年初有问一些会营人士 他们认为今年台币全年基本上是看扁的 但是呢大多数人都看说到年底 今年下半年是看28块半到29块之间 那没有想到今年才第一季过完没多久就已经见到29了 那谈到这个会市啊 我们赶快来请教富邦期货自营部的李正伦经理啊 因为这个李经理主要是在管这个整个货币的会市的这个交易的情况嘛 对不对 这个你怎么看这一波的这个全球货币的走变 那因为美元很强 看起来没有什么货币比美元更强了 是是 谢谢主持人 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是那个富邦期货的自营部的经理 那我姓李叫李正伦 那我们讲到这个会市啊 那其实因为整个货币市场的整个最大交易量 当然还是美元 所以我们从这个交易量看 美元主导了整个货币市场的走向 那当然我们从这个阮大师刚刚讲这个日币 扁到已经扁到天上去了 那最主要原因是 我们可以知道说美元这个 因为通膨起来 所以呢它要用升息来抑制这个通膨 但是呢这个日币啊 它一直都是处于一个低利的状态 它已经没有什么手段可以用了 那它如果现在在升息 对它来讲是非常不利 所以它就直接 我们可以说它就 讲一个网路名词 我们讲它就放推了 那你看美元强日币弱的状况 它既然就变了一个加速度 所以我们整个从日币来看 它现在已经突破了前一次的高点 现在已经有到126 那如果我们再往前看 它就会 有可能我们会看到 有没有可能到这个 2000年网路泡沫的时候的日币的那个 那一个135的低点 我刚刚讲错 应该是20年来的新低 日元已经到20年来的新低了 对对对 10年来的新低是2002年以来了 对对对 那这个日币这种情况 我们就可以讲这个日元 日本呢 本来讲这个失落的 失落20年30年 那日本日币再这样贬下去 那日本政府不知道 现在看起来它没有什么积极作为 所以呢 它可能为了拯救它国内经济 它还是会持续持续以这个宽松的角度 继续来对待它的货币政策 那这个就是日币也不能 那我们回头再看 所以日元还是继续看疲弱 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的疲弱 因为我们就想它的走势呢 在短时间内扁的速度非常快 那我们从 你可以从物理学的角度去看 就是它如果快速的扁值 如果没有任何的阻挡 或作为它顺势一直走的话 基本上没有 不会有人会想要去 躺币党居嘛 因为它一直是处于加速的状态 你看美元已经预测 美元这个五月六月 这个两次的升息几率 升两码几率都超过60%了 这个美元要升息 所以势必美元强 那日币又不 日币又没有 它做任何作为来做阻挡 那势必美元对日元 它很可能就是我们看 它就是说不定就是一根冲天炮 有可能对 这个日元单是今 这个四月份到目前已经贬了 3.64元 这个贬幅已经是趋近3%了 那在昨天最高的来到126.31 现在目前的汇价是125.36 稍微回升一点 但是看起来 这个就像刚刚李静怡所讲的 我看这个日元 这个要止贬大幅的回升 现在目前看起来是不太容易了 对 已经是贬到了这个 等于说是上一次 这个汇价的低点 也就是在2000年那时候 差不多那时候最低有到过135 对 差不多在135附近 那现在目前已经是直探 那个当时那个时候的位置 对 已经突破了这个20年的 他已经突破2015年那时候的一个低点 对 所以现在其实上 它继续贬值下去的空间 空间蛮大的 那我们可以想唯一的可能性 我们讲说可能日本央行 除非出面干预汇率 因为在过去的历史里面 这个日本的央行是 有曾经干预汇率的 的一个动作存在 那但是看起来这波 他们可能目前还没有采取任何作为 基本上黑田东燕有讲 日本央行行长讲说 这个日元贬值有利于日本经济 基本上他的态度是希望日元贬值 不过最近他也讲了 最近为什么日元稍微这个贬值 没有像先前好像是这个三月这么猛 因为他讲说 他也讲说最近他也看到日元 好像贬的有点过快 所以他也有点紧张 所以也希望踩点刹车了 但是我觉得日本央行或日本政府的态度 基本上就是放任日元贬值了 应该是这样子 只是说他们也觉得也不能过快的贬值 多少还是要踩点刹车 就让他比较温和的贬值这样 对对 因为如果过快的话 那那个对经济的 因为太过快那个反应不过来 很多企业 因为像日本其实经济一直都蛮疲弱不振的 所以他太快出乎他意料 他们或许过一段时间 他觉得太快 有没有可能会出手来做干预 也是可能性 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高 但是从历史上来说 日本人他们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 另外韩元今年也是走扁 韩元对 现在其实因为美元独抢 因为他这个升息 韩元没有像日元扁这么多了 对 不像日元扁幅这么大 对韩元 韩国算是蛮特别 韩国央行今天又升息了 对韩国央行今天早上 就是从1.25%调到1.5%升了一码 不过因为整个美元的美元 这个美联储他升息 应该算是说近年 这个历史以来 他算是比较激进式的升息 对对 在那个 因为预计到今年年底 还要加息6次 其实在去年的利率会议上面 他本来是预计今年加3次 所以等于是说 他反而变得鹰派 再鹰派一些 所以那整个会造成所有整个货币的 非美货币呢 基本上都是非常不利的 对 好 韩元今年年初的时候的会价 大概差不多1块美金 换1180块附近的韩元 现在目前是1224 所以也有扁 但是没有像日元扁 到大概差不多89%这么多 但他扁幅大概跟台币也差不多太多 对 台币今年也是一路走扁 扁幅29 这个大家会很惊讶吗 台币的部分 因为其实像 我们在从业 其实我们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刚刚一开始节目有提到说 我们其实像我们这块专门在做 这个有关外币的业务 其实主管机关他们是规范 我们其实不能对任何跟信奈币有关的东西来做 做这个发言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一样 可以从美元的角度来看整个货币市场 因为日币跟韩元 韩环这个来比较的话 日本央行 因为日本现在是处于一个几乎 就是零利率甚至可以说它是负利率的一个状态 那也就是说它根本没有任何的阻挡 韩环早上升息到1.5% 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做一些阻挡在 所以它的利差跟美元没有持续在扩大 它的基本上它的贬市就没有那么快 韩国从去年8月已经第四次升息了 它的基准利率已经超过台湾了 这个韩国升息之前 它的利率是0.5%是历史最低 然后去年8月开始升息 然后我记得是10月在升息 然后之后又升了一次 之后就是今天 总共已经升了等于说四码了 把它的利率拉到1.5%了 从0.5%拉到1.5% 那我们现在重贴线率是1.375% 因为之前央行升息之前 三月升息之前是1.125%的重贴线率 那是历史最低了 那个重贴线率是因为 上一次2020年三月疫情之后 央行降息一码 这个把这个重贴线率从1.375%降到1.125% 那这一次把它升回来 那但是今天韩国央行一升升到1.5% 那个已经比重贴线率1.375%来得高了 所以这个韩国升息的态度 跟这个力道是很坚决 因为韩国现在是没有央行总裁的情况 今天韩国央行是在代理央行行长的情况之下 决定升息了 这个市场很意外 大家都觉得说韩国应该是按兵不动 等到新行长来之后再说 没有想到今天啪一下就升息了 而且市场预估说韩国央行 后面还要升息到2% 今年底要升到2% 那代表什么 代表韩国的通货膨胀也严重 物价压力很高 以及他某种情况也有这个要捍卫一点韩员的决心 那如果央行要捍卫台币的话 肯定6月要再升息了 这是一定的 所以现在一般会营的话 是怎么看央行后面可能的升息行动 以台湾央行的升息来讲 这个我觉得还是看央行整体他们的决策来讲 但我觉得韩环这个蛮有意思 没有央行行长然后他决定升息 其实我们会想到另外一个外币 就是前一阵子非常红的土耳其里拉 他也是在总统总理直接 总理直接这个撤换这个央行行长 然后呢直接强迫降息 他反而不是升息他是降息 那是阿尔多安的绝招啊 对对对对对 这个非常厉害啊 阿尔多安也是一个奇葩 奇葩对啊 他这个他这个他这个降息的动作 从这个19%一路降了 给他降到14% 那这个里拉也是从对美元8块钱 一路贬到18块之后 他又出了绝招啊 让他推了一系列财政政策 让他在一周之内从18块 又一路升值升到了13块14块 所以其实在没有央行的那个 总好的状况之下也是蛮厉害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987文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年全世界哦 这个央行是大升息 不是只有美国联准会跟中央银行升息 这个全世界各国的央行 全部摆出阵仗 面对严重通膨 我看到资料是全界已经有30多个央行 至少升息两码 那现在市场谈在说 未来的央行一次升两码 变成是新常态了 今天除了南韩央行升息一码之外 新加坡央行也宣布了连续第三次的紧缩 就货币紧缩 这个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就是新加坡央行 今天也采取了紧缩的策略 今天宣布了 这个提高新元的协率跟中点 因为新加坡它并不是用升息降息 来这个做这个利率的决策 而是用这个所谓的协率跟中点 这个是跟全世界比较不同的 而且它也没有所谓的央行 它叫做金管局 跟香港也是一样 香港也是金管局 是新加坡跟香港是同样的情况 那他用这个协率跟中点做调整 来做货币的紧缩跟放宽 这已经是2010年4月以来 这个首次同时做协率跟中点 这两个政策同步的这个紧缩 也就是说呢 这是十多年来没有见到的 这个新加坡金管局 采取最强力的紧缩动作 因为它不但动协率 也动到中点 中间的那个中点 那另外呢 阿根廷央行啊 在礼拜三啊 昨天呢 一口气升息250个七点 升了十码 一口气升十码 把它的基准利率呢 升到47% 你存钱存在阿根廷银行里面 一年你的利息是 这个几乎以百分之五十了 我记得阿根廷其实在资许 好好赚哦 利息好好赚 但是货币贬得更多 对 贬值的幅度更大 我记得再早一点 它的利率有到75%过 利率有到75% 对对 曾经有到75%过 所以其实 在阿根廷不用投资了 直接把钱放银行就好了 是这样吗 但是拿了阿根廷币 其实就费超 变费超 虽然75% 可是它的汇率扁到 太夸张 所以等于 只是除了阿根廷以外 大概没有其他地方 可以用它的 它的钞票 对 不过好玩的是 阿根廷现在目前的通货膨胀率 比美国低哦 它的这个物价指数 对不起 它是月比增幅6.7% 我看错了 不是年比 对对对 它这个月的通货膨胀率 跟上个月比是真的6.7% 一个月增幅6.7% 这个也是够厉害的 对对对 那昨天呢 纽西兰央行跟加拿大央行 同步也是升息 又都升了两码 升了50个基点 所以 李经理怎么看这一波 全世界央行升息的浪潮 这个跟整个货币之间的关系 会怎么样的变化 最主要是 其实因为升息 我们都知道 大概大家都大概可以很清楚 就是升息 其实会带动这个利率 带动汇率的上涨 像新加坡 毕竟就升值了 是 那其实像美国 它除了升息这件事情之外 它其实后面还有缩表 这件事情 隐藏在后面 所以它也是像新加坡一样 同时两招在用 它后面还要缩表 所以其实它两招一起用的状况下 全世界的央行不跟进 其实扩大它的利差的时候 其实会不利于 那个国家经济 因为会货币反而 自己的货币反而会贬值 所以你不跟 那你就要有很 应该说你要准备 很好的配套措施 或者是你要怎么样来挡 这波美元的升息浪潮 毕竟美元在全世界 货币的流通量 它超过 我们有看过这个世界 这个叫清算银行统计的数据 超过87%的交易量 因为我们是用200%来看 200%里面的87% 是跟美元有关的货币交易 所以它美元整个 还是主导全世界汇率的 我可以说它是霸主 所以等于说整个美国的一举一动 它的所有货币争扇 它甚至打个喷嚏说 我可能明天就想升息 那可能各国央行 今天晚上就要开会 所以这整个各国央行 现在刚老大夫讲了 全世界三十几个央行在升息 可能现在比较特立独行的 一个是日本 然后新加坡 还有人民银行 放水降息 人民银行 但其实市场在谣传 说又要降准 国常会之后要降准 人民币也是一个蛮特殊的状况 因为本来在这一波后疫情时代 它想说局部解封之后 它可以再当作这个全世界经济的火遮头制造业 然后它再度拉起一波新的经济动能 不过因为看到最近它这个疫情 好像看起来是又有点复苏 然后也在封城的状态 所以很有可能这个中国的经济的 这个部分 现在比较属于偏悲观的悲观的状态 所以以人民币来讲 它其实太偏国家在控制了 我们现在是看不太出来 它会有什么样的方向 但最主要是说像人民币 人民币这个 它还有蛮大的空间 像那个18年 18年贸易战的时候 它曾经贬到旗 那它现在大概在6.39 人民币今年很强 对今年非常的强 全世界货币被美国剪羊毛的情况之下 你看人民币的这个债案价格 它在去年底是6.35 6.3521 今天多少6.3720 他几乎没扁了 可以讲说几乎没扁 非常强势 最主要还是他 乌俄战争他也得利 对 乌俄战争他也得利没有错 那其实讲到战争 其实我觉得他得利 但比较衰的可能就是欧元去了 对整个欧元 欧元很惨 欧元真的很惨 对对 毕竟俄罗斯他是他的第五大贸易国 所以等于说这个战争 有点拖垮 拖垮欧元的味道 对 加上这个 欧洲可能会进入失落的 不知道多少年 不知道多少年 对 欧元年初的时候是1.1383 对 今天到多少 今天到1.0911 对没有错 他现在大概在1.09附近 他已经快要贴近到15年的那个相对低点 1.07了 已经快要破前一个低点了 那前一个低点的发生 刚好是这个欧元开全世界第一枪负利率的时候 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 所以呢 现在颇有那个再现 要破底的味道 破底的味道 非常的浓厚 加上其实如果战争这件事情 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的话 那很可能这个欧元真的 有可能真的要躺到地板上去了 欧元当时的低点是1.06 1.0634 是是是 已经差不太多了 差不了多少 对对对对 3%左右 而且其实欧洲央行 虽然今天晚上是欧洲央行的利率决议 对 在7.45分 他们要宣布他的利率决议 不过他们现在的态度也是就是 就是也没有要做什么 他可能 市场传出来欧洲央行 今年下半年可能9月12月会割升习一码 他就是等于重复的要拉成平的 他其实是要想要先拉到零 对对对 今年另外一个强势货币是澳币 澳币今年对美元还升值 他最主要就是得利于原物料价格上涨 那我想要请教李经理就说 如果说我们手上有货币的话 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所谓的操作空间跟管道呢 有什么策略呢 这边跟我们最后来提一下 好的 那以在台湾 目前在台湾 我们要做这个所谓外币投资 其实有蛮多的方式 直接换汇 直接换汇 对你可能可以就是 就是抱着你的钞票到银行去 去买 买别的国家的货币 这是其中一种方法 那当然也可以透过一些交易工具 就是我们讲叫做衍生性商品嘛 例如什么 像有介绍到像我本身现在在期货公司 我们期货 期货业本身就有外汇期货的工具 然后现在也有所谓的外汇保证金 就是所谓杠杆型的工具 这个都是目前国内可以做交易的一些 一些属于可以做外汇的工具 那这些需要那个专业投资人的资格吗 一般人都可以投资 那专业投资人只是说你可以有不同的 比较高的可能比较高的杠杆 OK 对你要比较高 那因为现在整个这个主管机关 有限定就是投资人的条件 因为要保护投资人嘛 那所以有条件 但如果是专业投资人 当然就是另外有规范 那一般这个外汇的期货商品 它的杠杆比率大概是多少 如果是我们讲 我们分两块来讲 如果是属于杠杆商品的话 那最高的杠杆大概会在30倍 那如果你做的是 那也算是不低 对对对 其实也算不低啦 对那如果说你如果再比较觉得说 你如果用海外期货 就是像我们国内期货商 也有可以做海外期货的部分 那海外期货它有的可以到60倍 对 芝加哥交易所的有这样子的商品 那其实这些都是可以作为 就是做外汇投资的一个参考用的工具 当然因为它有杠杆 所以使用商要小心 好像本土上面也有这个新台币计价的 这个奇交所相关的商品嘛 对不对 像这个相对对人民币的大美人小美人嘛 奇交所本身也有 奇交所本身也有 对它像是欧元兑美元 这些对它规格不同 对那就是以台币计价的 对那是以台币计价的 那这相关的策略就提供 听没有参考 今天非常谢谢富邦的李经理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